Hello 我是Joan老師 我們在了解了YDXS圖形以及YDXS圖形的所有的變化之後呢 不管是控制它的正幅也好或者政府的正負 或者是控制它的頻率等同於控制它的周期 再來控制它的左右平移或者在最後我們給它控制一個上下 那麼這麼多種的綜合之後呢 我們來探討YDXS的圖形 那麼現在來探討YDXS的圖形 基本上是非常輕而易舉的 因為我們只要簡單的運用一點小技巧 就是運用YDXS的一個平移就可以了 那根據對三角廣義三角數來說 我們這邊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當Y等於COSX 我們如果要去進行這個圖形的繪圖的時候呢 我們這時候呢可以考慮一個Y等於SIDEX去加上2分之Pi 那因為Y的X加上2分之Pi呢 基本上在進行2分之Pi等於9 我們在做緩一三角數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畫圖 也可以用幾量無辨正負看相 起來就是90度加一點點 或者說SIDEX是抓Y座標 所以你在以2分之Pi做左右的兩側等同相等角度的改變的時候 Y座標並沒有變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呢因為這邊會改成COSX 所以我們直接Y就會變成COSX 那也這邊會變成COSX 那在以Y的SIDE加上2分之Pi來看 就是說左加右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等同於我們在做YSX的時候呢 把這邊黑板右邊這邊的紅色YSX的每一個點 可以向左邊去推2分之Pi 也就是推角度度 Degree的話就是推90度 那以Radius的話就是推2分之Pi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做簡單的做圖 那第一個呢就是0點 我們從這邊看 這邊我就不去處理它了 我們從0這個地方開始處理 0這個地方呢它推90度就會推到這邊來 那再來這個-1這個地方是-2分之Pi 那推90度就會跑到這邊來 那這個地方會推到這邊來 那這個最高點呢會掉到這邊來 我們這邊就到這裡就可以了 好再來呢 0的地方已經推到這邊來了之後呢 1的地方推90度會推到這邊來 那0的地方推90度跑到這邊來 那再來呢 0跑過來之後呢 這個-1 2分之3Pi FX 如果帶2分之3Pi是-1的話 變成COSX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它會跑到這個原來 就往左邊跑 2分之Pi 那這個2Pi的地方會跑到這邊來 那其實呢把它畫完也可以 就是這個地方 在2分之5Pi也是走90度 跑到這邊來 跑到這邊 然後呢再來這個0的地方會跑到這邊 那再來呢 剩下的就是-1的地方會跑到這邊 再來這個地方會推到這邊 好我們就輕鬆的把一些基本的 比較重要的點把它畫出來 那剩下的就是把它畫 那畫好了我們就這邊把它連起來 我用這邊 我把它畫一個 喔是反區點 然後到這邊又有一個反區點 這個2分在這個地方就是一個 在未來會叫一個反區點 反區點 然後再來也就是雙重微分 做兩次微分是0的地方 這邊是未來的事情 好這樣子 所以呢我們就輕而易舉的得到 黃色的部分就是y等於cosx的圖形 我想呢再來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y等cosx 第一個基本上 它還是每2Pi為一個單 每一個周期 所以它的周期還是2Pi 那麼它的最大值是1 最小值是-1 那1就是它的正幅 那如果要討論對稱性的話呢 它是以y軸做對稱 好我們來看focus在黃色這個圖形 它是以y軸去做對稱 所以或者說我們也可以說 以Pi 以y軸當對稱 或者只要碰到波峰跟波谷的地方 都可以當做它的對稱線 所以說0的地方可以當對稱線 Pi可以當對稱線 再來2Pi 3Pi 再來還有這個地方 3Pi的地方 那這邊有個-Pi 這個有-2Pi 都可以當做它的對稱線 我想這個就是cosx的一個圖形 希望同學們在這邊很快的學會 怎麼樣快速的把y軸是3x 畫成cosx 希望對同學們有幫助 加油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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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